大家好 最近的清远连卡又推出了一批新景点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清远非常出名的宝金宫 没错就是英德的那个宝金宫 这个宝金宫我相信不管是在清远市里面的 还是在省里面都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 那么不用多说了 现在有差不多到五一了 四方兄肯定先带你们一睹为快 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清远宝金宫的美景 如果你们有时间 五一的时候也可以过来这边看看 事不宜时 我们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来看一下吧 从清远市区到宝金宫 大概有90多公里 我是没有走高速的 但是这条国道其实也很宽敞 平均车速可以到70 基本上一个半小时也到了 清远连卡一年可以到这里玩一次 这个票是包括了溶洞还有玻璃桥的 大家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玻璃桥 自己开车来这边的话呢 停车费要15块钱 说实在的还是比较贵的 这个价格 从售票处到那个溶洞的入口呢 大概也是有500米左右啊 还是要走一段距离的 如果是带老人过来啊 注意休息啊 不过路上还有可以休息的地方 可以喝口茶什么的啊 还是比较贴心的 那穿过一座桥之后啊 就可以看到溶洞的入口了 就是穿过这个桥啊 可以看到溶洞的入口啊 有个牌坊啊 就在这里啊 宝金宫 过这个牌坊之后呢 还要走一段石阶路啊 一个T阶路 大概也就 一百多级吧 还是要有一点体力的啊 来这边玩 还是要有体力的 终于看到溶洞的入口了 不容易啊 现在呢 我已经到了这个溶洞的入口这里啊 不过呢 最好啊 来这里玩的话 最好还是 等一下那个讲解员 它一般是十几分钟啊 就有一个讲解员啊 就送一批游客进去 最好是等到有讲解员啊 这样的话 能够了解更清楚一些 现在就等一下吧 等个十几分钟 等了十几分钟啊 讲解员终于来了 这一团人的话 大概有十个左右啊 如果你们五一来的话 可能会更多一些 穿过一个古色古香的走廊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溶洞了啊 在溶洞里面呢 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到 四季的变化了 因为只有一个季节 那就是秋天啊 真的是非常凉快啊 夏天来的话 简直就感觉像是开了空调一样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千奇百怪的石头啊 基本上都是纯天然的 而且呢 是经过上亿年的纯手工制作 当然了 这个霸王龙不是啊 在这里呢 真的不得不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讲解员说呢 你进来这里啊 看到这些石头啊 全准想象力啊 你想象着他像什么 他就是什么啊 非常主观的 因为有积水的缘故啊 所以呢 这边的倒影啊 也是这里的一角 喜欢摄影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把你们的机器 还有模特带过来 我相信呢 一定能够拍出不少好照片的 像前面这些游客啊 其实他们是一家人来的啊 一大家子过来这边玩啊 有说有笑的 还是挺快乐的 很多人呢 都问我啊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旅行的意义有很多的 不过呢 其中的一个 肯定就是跟自己的亲人啊 还有朋友啊 增加感情 增加一点回忆 当未来的某一天啊 如果你要跟你的亲人跟朋友 分开在不同地方 那这些回忆呢 就将成为你们的 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在二层呢 还有一个大的出口啊 也是这里 唯一的一个天然的出口 啊 就是这个了 在1984年呢 广东的地质勘察队啊 就是通过这个出口 找到了这个洞 然后呢 加以开发 就变成了你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好 已经游览完就溶洞了 非常大这个溶洞 特别是那个大厅非常大 而且还有正反两面 比我们以前去那溶洞 可能会大一些 这是这里的特色嘛 就溶洞的习惯就不用说了 就是这里的特色 好 现在我们再去参观一下玻璃桥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玻璃桥 底下这里了 就这个电梯 坐这个电梯上去 就可以到玻璃桥了 说起玻璃桥呢 大家应该都见怪不怪了 现在清源很多的景区啊 都在搞玻璃桥 各种各样的玻璃桥 还有玻璃平台什么的 基本上我都去老几个了 不过呢 既然这个门票啊 包括这个景点 肯定要去一下了 对吧 然后这个玻璃桥的话还是挺高的 它标的是二楼 但是大概我看 坐这个电梯也坐了30秒左右 还是挺高的 坐的时候呢 也能看到下面的一些景色 电梯停了之后呢 你还是要走一段 然后再徒步啊 再爬几步 这个阶梯啊 才能够上到这个玻璃桥 大家看 这个是这里的景色 还要走一段 还要再走几个阶梯才到了 后面就是玻璃桥了 还是比较长的啊 承载人数250个 这么坚固 还是相当透明的啊 位高的朋友啊 还是谨慎一点啊 下面非常透明啊 上这个玻璃桥就可以看下面那个湖啊 这边360度 越到中间越透明啊 你们敢走玻璃桥吗 好了 以上就是清源联卡由宝金工的全部行程了啊 你们如果你们五一啊拿了联卡过来呢是可以免费来这边有一次的 但是呢只能一次啊一年只能一次啊 五一也是能用的因为那里没有限制啊 这个景色呢绝对值得一来啊 特别是一家人一起来那就最好了啊 可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嘛 好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好